到通天地有行外 思路风云动静中 欢迎收看今天的金融鬼估值 昨天台北股票市场 创下了历史的跌点 当天就跌掉了1800点 今天立刻反弹了三分之一 今天大盘中场上涨了670 而且站稳在2万点之上 而当昨天美国股票 台北股票市场大跌的时候 我在节目跟你说什么 即便是大跌 未来势必会反弹 我在昨天的节目 因为我之前就跟你说 大盘已经跌破了78日线 而当跌破78日线之后 它就是空头 所以之后果然一路暴跌 而我在昨天 当大盘跌掉了1800点之后 我跟你讲 虽然是大跌了 但是之后会干嘛 会反弹 那我也跟你说什么 反弹之后还会再暴跌 所以我今天的 如果你是看我YouTube的好朋友 我今天会准备非常多的资料 也麻烦你帮鬼谷子按一个赞 让我们的节目 可以给更多的人看得到 那我会说今天叫做反弹 而不是回升 我为什么会这样说 等一下的节目来告诉你 好我们先从美国股票市场过来看 我为什么说这个叫做反弹 而不是回升呢 你要先知道一档个股 或者是一个大盘的话 你要先判断什么 现在是多头还是空头吗 因为在多头的做法 跟空头的做法是完全不一样的 我们在做股票并不是要猜看看 不是猜说这是不是低点 上个礼拜二也猜是不是低点 礼拜四也猜是不是低点 礼拜五又猜是不是低点 到昨天还在猜是不是低点 各位那没有意义 我们要的是一个明确的做法 在多头市场里面拉回 可以找买点 但是在空头市场里面 反弹应该是要找卖点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做法 完全不一样的做法 我再讲一次 在多头市场里面 冲高创高不用卖 但是拉回要找买点 这是多头市场的做法 在空头市场的做法 破底不用补空单 但是反弹要开始把多单给卖掉 反弹是让你来加码空单用的 这是两个完全不一样的做法 所以你一定在操作之前 你要先能够知道 现在大盘到底是多头还是空头 那你如何能够知道是多头 或者是空头 除了借由78日线之上多头 或者是78日线之下 叫做空头之外 头部有没有形成 这个东西非常重要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讲 美国股票市场在纳指的部分 你看来帮我拉近一点 纳指的部分 这个头部已经出来了 并且还跌破 跌破到了昨天的时候 碰到了这个重要的颈线位置 有着一个反弹 本来就这样 头部跌破你看近期已经跌得这么重 本来就会酝酿反弹 而你看它反弹的位置在哪里 碰到了颈线反弹 跟上方的所谓的这个卖压区 它就在这个地方的正中间 所以你说这个地方应该买股票吗 不应该吧 它已经形成了空方式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 反弹 反弹是给你减码跟放空用的 所以如果未来它接近了这条蓝色线的话 应该是你的多单要减码 应该是你的空单要开始进场的时候 同理可证 废半的部分 一样哦 极端线上面跌得这么重 跌到了颈线位置 这边本来就运量反弹 但是上方有两个卖压区啊 有两个卖压线在这里 而它现在在这个区间的正中间 所以不要去乱追股票 即便追你也应该要知道 你在做的叫做短多 再往上涨你应该要减码 从标普的部分一样 极端线上面跌得这么重 运量反弹嘛 碰到了反弹 可是上方有什么 有卖压区啊 再来 道琼是跌得比较少的 四大指数里面跌得比较少 但问题是 它也是四大指数里面 涨得比较少的 涨得少也跌得少嘛 但是本来头部 小头出来了 但这个大头还没有出来 就是唯一还没有被跌破了 但是在这个地方 小部分的颈线位置 它也在正中间 也就是四大指数的部分 已经反弹了 今天晚上的美国股票市场 应该会再一天的反弹 但是这不是让你去追股票的 这是让你减码用的 我再继续讲下去 从日本的部分来讲 日本在巴菲特看好的情况之下 落后补涨嘛 但它却是第一个 把头部给做出来了 昨天爆跌了12个百分点 而极端线上面也跌得够重了吧 达到了这个颈线位置 本来就运量反弹 所以今天又反弹了10个百分点 而当它反弹完之后 它的位置在哪里 距离上方的 这个卖压区 已经在中间的位置 所以它往上的空间并不大 它今天大幅度的反弹之后 往上的空间并不大 各位昨天当所有人都在悲观的时候 你反而不要去追杀 我说会酝酿反弹 但是当今天反弹的时候 我也要跟你讲 不要太乐观 因为现在是一个空方架构里面的反弹 那几乎所有人 他都是在大跌的时候很悲观 今天大涨又很乐观 对不对 是不是很多人在昨天卖股票 今天在买股票 那你不是很好笑 日本股票市场跌12%你在卖股票 涨了10%你在买股票 这是不对的做法 继续看下去 我们台北股票市场的部分 我说这个头部不能出来 78日线不能被跌破 结果它跌破了 跌破回到这个地方 极短线上面也打得够深 大概一个月不到的时间里面 台北股票市场跌掉了4700点 跌幅高达了19个百分点 差一点点就要两成了 而回到了这个地方 本来就会干嘛 有一定的支撑力道在这里 BUT这个叫做转空之后的反弹 它现在的位置大概在这里 上方这一条线的位置大概在21800点 21800点 那今天的收盘在哪里 20500点 所以在往上的空间 大概有1300点这边 那是最好的情况 大概会有1300点 但如果它反弹到2万亿就不谈了呢 你要追在这个地方呢 或者是你应该要顺着大方向而为 所有人都知道不要追高跟杀低 但是在实物上的操作 所有人都在追高跟杀低 对吧 那这样做怎么会赚到钱 是啊 那如果你知道 所有人都知道 在多头的时候应该要做多 空头的时候应该要干嘛 做空嘛 但在实物上又偏偏是 多头的时候你做多 空头的时候你也想做多 是吧 你几乎看其他所有的节目 全部都在叫你做多 几乎所有的分析师 几乎所有的分析师都是死多头嘛 但是在大盘 在国际股票市场 如果它真的会下跌的话 你会受伤惨重 所以在操作的部分 实物上面你应该怎么办 灵活嘛 其实八日限制上就做多啊 勇敢的做多嘛 但是现在没有站回去 就是没有站回去嘛 那就应该要保持着空头的逻辑啊 当然了 在昨天的部分 融资一天减掉182亿 我之前就说这个资本来就要减 结果想不到减这么多 很棒 因为昨天的追缴令万件启发 几乎每个人 如果你是用融资杠杆开得太大 你本来就会中枪 那减掉182亿减完了吗 就我过往的经验跟我讲什么 没减完 通常融资它会第二次断头 甚至于来到了第三次断头之后 它才会真正的指纹 它才会真正的指纹 所以现在才第一次的断头 各位 散户不会在这个地方 就停止它狂妄的心 当大门开始反弹了 一堆人又开始在买股票了 你信不信未来的几天 又一堆的支又开始买进去了 它势必还要在第二次的断头之后 让散户真的会怕 真的会怕 它觉得未来的希望已经看不到了 那个时候才会是真正的止跌点 所以现在不要急 各位真的不要急 这么多的大风大浪 我们都见证到了 大盘也已经回掉了4700点 各位真的不急 等到第二波的沙盘出现之后 我们再来翻多来做 好不好 好 继续看下去 从上跪的部分 极短线上面也跌得很重 这个就跌得更重 最高点跟最低点跌掉了两成 而融资的部分也减掉了77亿 对极短线上面的筹码 的确有帮助 我说过这一波的散户 实在是太疯狂了 那么在清洗过后 本来对于大盘的指纹 本来就有帮助 但是我刚刚也说了 融资断头需要第二波 甚至于第三波 整个大盘 它才会真正的洗干净 那现在是第一波 追脚令出来了 未来的反弹之后 你就会看融资又追进去了 所以它势必还要再杀一段之后 第二次的断头之后 才会是你该做多的时候 这个时候绝对不要急 绝对不要急 我们再从月K的角度过来看 从月K来看什么 看这个长期的趋势 这边月K低 死亡交叉向下之后 跌了一段 从18000跌掉了 跌到了12000 2022年的时候 都记得吧 然后黄金交叉涨一段 这边经过了中期的修正之后 再涨一段 到了近期的时候 月K低又死亡交叉向下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不管怎么样 都要尊重它吧 都要尊重它吧 因为它在跟我们讲的叫做长期的趋势 在月K低没有真正的黄金交叉之前 这个大盘都没有指纹 都还没有指纹 那既然是如此 我们就顺顺的向下来做 再来从奢侈品的部分 我跟大家说过了 如果当整个世界 所有人都觉得 我的未来的展望是很好的 人类的消费很好玩 它并不是说我赚到了钱 所以我才去买东西 它是我觉得 我未来可以赚到钱 我现在就会买东西 跟它觉得未来可能会赚不到钱 它现在不敢买东西 那从奢侈品的部分 你可以看得非常的清楚 很多的像Burberry LV 第一季的财报 都是大幅度的衰退 大幅度的衰退 并不是说这个地方 大家突然这些没钱了 是大家认为未来会赚不到钱 那当你认为未来会赚不到钱 会影响你的消费 当影响你的消费之后 会干扰企业的获利 因为它真的没买了嘛 那企业的获利一旦不好 它又会干扰到员工的收入 这都是环环相扣的 它就是一个循环 跟太极一样 再来从比特币 跟原油的部分过来看 现在中东那边要发生战争了 原油为什么没有弹 它还在下跌 照过去的经验来看的话 原油应该要干嘛 暴涨 因为中东要开始打仗了嘛 对不对 但是为什么它没有 因为食物上面 全球的经济是不好的 全球的经济不好 石油根本就涨不动 即便中东要开始发生战争了 而且是大规模的战争 石油都涨不起来 你就会知道说 现在大家对未来的经济展望 有多悲观 再来从比特币的角度过来看 这是近半年 近半年的比特币 头头低 它正在足一个大头 也就是在这个时间点 人家觉得比特币它不玩了 它不敢进去追比特币 因为它情愿要看到的是 食物上面的贵金属 黄金啦 银啦 甚至于像是各国的货币 美债都好 比特币已经不敢去追高了 那如果当比特币这种 都已经在头部出来 没有创高的时候 整体经济并不是乐观的 至少市场的氛围 并不是太好的 再来 全世界股票市场 最重要的股票 叫做辉达 在昨天的时候 它居然创新低了 最低点已经破了100块钱 虽然它最后有收起来 但是一档个股 我们说过了 多头的时候 它会越来越高 它的最高价 会不断的向上去突破 那空头的时候呢 一样 它的最低价 会不断的去跌破 昨天的挥达 把最低价给跌破了 100块钱重要的支撑关卡 被跌破了 虽然即便尾盘 它收了起来 但是跌破 是一个过程跟现象 它正在向下发展当中 对吧 再来 中东那边 状况真的越来越糟了 而且 巴菲特 还在卖股票 它卖美国银行 它卖苹果 它现在的现金水位 高达了将近要2800亿 而且从失业率的 这个部分来看 为什么这次失业率 变得这么重要 因为过往 我们先拉回来讲 你去想巴菲特 是怎样在买股票的 它买进一档 个股会持有几乎10来年 120年的时间 也就是在极短线上面的震荡 并不会干扰它 要不要持有这档个股 对吧 那你去想 如果这个叫做多头里面的震荡 回档的话 巴菲特它根本不会卖股票 是吧 如果这是多方架构里面的震荡 巴菲特根本不会卖股票 它会卖股票的原因在哪里 转空了嘛 它认为未来的股票市场 会有一大段的时间 一大段的时间会向下走 对吧 那我问你 你是要跟巴菲特对抗 或者是他就跟你讲 他对未来的研判是什么 你就跟着一个对的人来走 你至少你的胜率会来得高吧 从美国人的这个资金状况 信用卡的拖 拖欠的比率 已经来到了2012年来的最高 那从存钱的部分 新冠存很多 现在2020年存满多了 2024年几乎都已经用完了 没钱了 存钱的这个金额已经用完了 信用卡又慢慢的出来了 所以美国的经济是不好的 过往 你就会看到失业率 越差股票市场越涨 因为过去的时候 好消息是好消息 坏消息也是好的消息 但是现在呢 坏消息失业率不好 就是坏消息 即便有好的消息 CPI比预期的好 它也是坏消息 即便联准会要降息的 股票市场都大跌给你看 那这就是空头啊 各位这就是空头啊 在没有站回去78线之前 都不能够翻多 好 股票市场不是多头 也不是空头 不用去预设任何立场 78线之上叫多 78线之下叫空 其他的你都不用管 因为股票市场只有正确的那一头 往上可以赚 现在转空的呢 往下也可以赚啊 所以根本就不用怕 未来还有很多好的股票 等我们进场去赚 等我们进场去赚 向上挥达涨了六倍 但是向下呢 挥达一个月就可以暴跌 跌了大概三四十个百分点 一个月哦 它涨了六倍花了非常多年 但是一个月就能够跌掉了三到四成 那未来还会有很多的股票会往下掉 你去看一档个股 你看现在市场的氛围 这一档个股叫做金城 过往它被称为金城怪物嘛 在这个营建相关的 因为房子卖得很好嘛 一路往上狂飙 但是你看今天大盘是大涨的 为什么它跌 因为市场风向在改变呢 过往好消息就是好消息 现在坏消息叫做坏消息 它之所以跌是因为市场认为 股票市场人家在怕 所以呢 房子也会卖不好 没有理由的下跌哦 那这叫做关键的内容 因为市场的氛围跟你讲 它在怕 它在转空当中 好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来找可以放空的股票嘛 这里有一档个股 融资还在相对高档 还没有真正的被跌破 一旦它跌破了 它的力道会非常的强 这档股票是谁 以及这档个股 融资在相对高档 几乎在最高点 股价也还没有 大幅度的回档 也还在投的这个地方 而今天微微的被跌破了 往下 各位支那么多 一万六千张的支 卷 卷员非常的够 你要空几张 就几张 当它在往下的时候 力道也会很强 这两档个股 我会直接放在 来 小老鼠 GO888的上面 小老鼠 GO888的上面 如果你持有这两档个股 你一定要避开 如果你想放空的 你想要知道这两档个股 是谁的好朋友们 你就去加入小老鼠 GO888 我会直接放在上面 一起加油 做对的股票 对的方向吧 来打播 进广告 今天的大盘很好玩 因为今天大盘涨了670 其中怎么样 上涨的 比下跌的要来的更少 并且涨了670 其中台积电 就涨了65块钱 几乎有2% 都是护国神山 所帮助的 而护国神山台积电的部分 他今天为什么留一个上影线 因为我就跟你讲 多根空的分界叫做 78日线 今天他是不是有碰到 碰到了78日线之后 就会有卖压 就会有卖压 那样大盘的部分 大盘这个跳空缺口 一旦回补了 他就会碰到78日线 所以在这边 你觉得要不要去追股票 对我来讲 这是空方架构 空方架构 不是给你追股票 是反弹给你减码 跟反弹之后 给你放空用的 做对就能够赚钱 护国神山打到了这里 本来就会反弹 因为打到了警线 但是反弹的上方的压力区在这里 他现在在这边 你要去追在今天吗 昨天跌停你要卖 今天涨停你要买 你这个逻辑有对吗 再来联发科 打到了警线位置 本来就会反弹 可是他现在在这里 离上方的压力区也那么近 你要买 或者是反弹之后 应该要反手来做呢 鸿海 大家非常想追 打到了警线 本来就会反弹 但上方压力区 距离这么近 上面就没有漏嘛 有一个风吹草动 明天一开高怎么办 搞不好又往下了 光达 同理可证 打到了警线位置 本来就要反弹 本来就应该反弹 可是上面是一个头位 跟双红 双红打到这边 够惨了吧 但是上面又有一个头部 所以这都是干嘛 空方架构的股票 反弹 给你减码用的 或者是如果积极的操作者 反弹是给你放空用的 除非大盘站上了78热线 那我们再反手来做 各位世间你要去判断 到底是多头还是空头 你用基本面去判断 判断不出来 绝对判断不出来 因为多头的人 他会从多方的这个讯息 去给你解读 空头的人 他会从空方的讯息 去给你解读 那都没有意义啦 各位 2022年10月份 跌到了最低12000的时候 都是利空的新闻 在上个月 涨到24000的时候 都是利多的新闻 对吧 看基本面就没意义 所以要用技术面 过来研判 78热线之上 叫做多头 78热线之下 就叫空头 就这么简单 来吧 反一你可以多注意了 跟这个美 美在政二 你也可以多注意了 都还在低档 那有需要帮忙的 我们的多空双向企划案 我说未来会有大反弹 今天直接涨了700点 但是整体趋势 已经转空 未来风高 我要放空 一律 听你三万块 不管任何层级 都听你三万块 有需要的 就请你利用广告 时间的电话吧 愿我如长风 半军 行万里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 本公司与分析师 所推荐分析 至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逐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视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